好来在这边我们要convert angle to degree 我们知道1pi radian等于180度 所以我要从radian换成度的时候 我就除pi radian 然后再乘以180度 所以我在这边呢 我有1.3 我就用1.3 然后在这边除3.142 然后公布再乘180度 OK 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74.48 OK 74.48 好 然后过后13.4 13.4的时候呢 我就这一边 我把这个改成13.4 OK 3.4 然后他除3.142 再乘以180 OK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这一个186.21 对咯 对咯 OK 然后这一边其实还有一个13.14的 OK 然后我的这一个他直接除pi 再乘以180度的时候越越 所以他就直接negative 2.7 所以我这一边有negative 2.7 乘以180度所以我拿到的是negative 486度 OK 然后过后13.4 同样的咯 他就是这一边除pi再乘以180度 越越 所以我就有13.4 乘以180度 所以我这一边是13.4 13.4 OK 然后是585度 这个 585度就是这样